账单显示 三名男子当时吃了牛肉火锅 买了香烟和酒 总共490块钱 王老板说 当时只剩下一名男子 意识还比较清醒 后来我叫他们结账 他说第二天早上起来给我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 他们偷偷就跑掉了 王老板活锅店的隔壁 是一家旅馆 三名喝醉的男子 当天就住在这里 他们是几点钟走的 早上 几点钟 八点来钟 八点来钟 那天空可不可以跟我们拍一下 监控是不允许的 怎么会不允许 要通过派出所 火锅店里没有监控 旅馆前台这里有监控 但旅馆老板有顾虑 不肯提供 不过当时登机的男子 刘某某留下了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显示 他是湖南人 派出所的话 插到他的那个电话号码 打电话给他 他说过两天回来给 后来说 就是说到现在 后来我们去派出所问 派出所他们说 他们不给钱的话 他们也没办法的 王老板的妻子说 一开始对方还接电话的 他还录了音 目前刘某某的手机 已经打不通了 绍兴袍江 孙端派出所表示 490块钱金额太低 没法立案 王老板表示 只能当吃了个教训了 以后还是得让客人提前买单 邀宝黄金颜 接着报道 关注188黄金颜 看百态人间事